那最近因為端午節快到了嗎? 但是又疫情期間,如果真的想要包粽子的話 其實包粽子它都是熟的 其實我一般都是自一煮飯 那現在我大概有時候就會去點個外帶或外賣 為什麼?尤其是外帶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也知道現在很多餐廳 它不能內用,它幾乎都是關起來的 那其實媽媽不用每一餐都煮 有時候你就去買一些外賣的東西 比如說去買一隻雞或者是一隻鴨 那你回來就只要再炒個青菜煮個白飯就可以 那我們現在去外帶還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支持這個店家,讓它不要倒閉 真的不要倒閉 現在很多餐廳真的很辛苦 其實各行各店家都很辛苦 真的 所以我都會有時候就會刻意的 其實我平常也很好吃 但是就會特別的就看一看 然後去買一些這個餐廳它的外帶 然後帶回家 然後自己再炒個青菜 其實我們支持他們 不是,是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情形下 大家真的要互相支持 對 那粽子的話,你可以買人家現成的 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你回來一定要再蒸過 所以這是安全的 那你要自己要包粽子 其實也OK 那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時間裡面 你可以帶小孩子包個粽子 那我因為不是很會做粽子的人 那我通常就是會把飯先蒸熟 糯米先蒸熟 然後這樣就很好包 然後再稍微蒸一下就好 但是我這個粽子也是非常理智的 是 我們家就是幾個人就包幾顆粽子 喔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 老師粽子有就是量嗎? 就是有沒有規定說一天只能吃一顆 或者是要怎麼吃才會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變胖嗎? 其實如果你吃粽子就不要再吃這個 就是它就是取代你的澱粉類了 就不用吃飯 但是吃粽子一定要搭配蔬菜 好 那我個人的粽子呢 一定不會是晚餐吃 我一定是中餐把它吃掉 為什麼呢? 不是 因為我告訴你 它是這個糯米比較難香化 那我中餐吃了呢 我還可以運動啊 然後走路啊等等的 然後呢到了晚上呢 睡覺的時候其實也都不會這樣撐著了 好 那我的粽子呢 我一般一定會搭配什麼 像搭配一些高清酒 像我可能就煮個毒筍湯 炒個青菜 然後我就不會再煮一些這個牛粒的菜 就是讓它盡量是搭配蔬菜 是 然後我有時候呢就是會搭配一些這個水果 好就是飯後水果是搭配比較高纖維的 嗯 老師在最後有沒有想要再次再次的提醒 跟呼籲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好其實呢還是要告訴各位 一起一定會過去 但是呢一定要記得 保持一個正面的能量 好 不要互相罵來罵去的 真的 因為這個齁 對社會的這個正面能量沒有用 好 那我覺得一定永遠要保持一個正面的能量 那所以一定要規律的生活 然後讓自己每天都有一個奮鬥的目標 沒錯 謝謝老師 對老師說的話呢真的要聽 而且今天老師也分享了非常多的撇步 然後呢現在真的是非常時期 希望大家一定要待在家 戴好口罩 然後減少外出 然後記得一定一定要勤洗手 再在家也能夠有健康的新生活 我們要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好嗎加油加油加油 最後呢想要知道更多健康新知 或者是你對這個疫情 還有更多想要了解的地方 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呢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更多的人知道吧 掰掰 拜拜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